朋友们好,还有52天就过年了 有很多小伙伴就开始越来越焦虑了 每逢佳节胖3斤,只稀一看是3公斤 年前减肥打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还有一部分新的粉丝朋友 不相信,也不知道 我们就是靠着吃这常饭菜就能瘦几十斤 三天减掉4斤 我招募的是没有开始吃减脂肠 还没有开始减肥的新的粉丝朋友们 我还有一个饮食的框架送给新来的粉丝朋友们 只要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新来的粉丝朋友,只要是你停留几分钟 看我们三餐是怎么吃的 你心里就有一个概念了 就这几分钟让我带你走进一个瘦子的美好世界 来吧,看看我们三餐的安排吧 朋友们我们的减脂早餐呢 有主食 有蛋白质 有维生素 还有咖啡 早餐的三大营养素已经全了 我们中午准备的食材呢 有荞麦方便面 油菜苦炬西红柿 驴肉 配料呢 有葱姜 八角 花椒 把肉放在高压锅里 配料倒里 放入盐 味极鲜酱油 少许的蚝油 倒入老抽上色 适量的代糖 扫到点清水就可以了 用牛羊柚吧 30分钟就可以 开始 吃 朋友们好 我们一起吃中午饭了 开饭 今天中午吃好的了 捞回来的 驴肉 说什么呢 我给朋友们看他吃啥呢 朋友们看看这碗酸菜汤 全是油 泡汤了 驴肉 我给他炒的油菜 尝尝这驴肉 生会小汤呢 定吃好的 这驴肉比牛肉味还粗呢 驴肉像马肉是 其实我感觉还是羊肉最香 朋友们刚才我查了查 还有52天就过年了 其实我也开始焦虑了 美风佳节胖三斤 只是一丑三公斤 好多朋友跟我想法一样 一到快过年了 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家里再买点好吃的 能不长蹭吗 尤其像我这么不自律的人 没啥那家里的 你就做一点意的 做不了意啊 那你不提醒自己 没有想吃啊 就少吃一点 那能少吃吗 好吃的啊 这是三天剪掉四斤的打卡 朋友们一定要跟上 这三天过去 你掉了四斤 你就可开心了 五十多天 瘦个十二三斤 十四五斤 还是有可能的 只要你好好坚持 年前朋友们 好好地跟我打卡吧 今天的减脂餐好吃 那有肉才能不好吃 你就只要肉 你不就硬肉吗 不想吃一样肉 你就不好硬 这回你就吃吧 你才硬肉呢 蒜茄的我拿去 我也忘了 一个小辣椒 一个铁 朋友们看看 我就腌了这几个蒜茄子 少吃两口是没问题的 你要不要一块 给我拿一块 来 送给你一块 最好的鞋送给你的 美味的蒜茄子 开吃 蒜茄子旧的桥面面条 这么好吃呢 你不用吃我的 我这泡的 我个人没这么剩你呢 咱俩分得是 我吃你一块行 你不能吃我的 这什么罗意呢 你这边边说你不行 送你个辣椒筋 吼吼辣呀 你敢吃吗 敢吃 太辣 吃了一杯的辣椒了 你才找的经验啊 你太坏了 最坏的是你 我你都坏 那天的辣油多 买点就好了 咱俩没有卖的了 没有 碰不着了 只要有辣油吃 增肥我也愿意 你把这肥油吃一吃 我这么挑就吃 别扔白香了 晚餐鱼衣甘蓝粉 雪鱼丸 全卖饼干 明天见朋友们